按车间 用布折起来 一般5至10层 然后冲斜帮 斜帮冲好后开始加工 用缝纫机裁起来 包边包起来 接下来裁斜帮 剪线角 锁边 配方车间 用原材料配好 放密链机上链 链成胶料 链好后 放链胶机上做 这是链胶的第一道工具 把胶料和粉放进去 可以链黑色和白色 链胶链好后 用二滚粗形机 把粗条放大底膜里压鞋底 用打磨机把鞋底打光滑 放在那里备用 把料放在击出机里 把空气挤出来 挤均匀 放在六本机上 放在六本机上 拉出来 拉出来 使半微调 大底 大盖子 然后 过水 过粉 自动冷却 以后裁断 放在那里备用 这是五色微调机 料放在每个头里 一个头 一个颜色 自动出来 过水冷却 过水冷却以后 自动裁断 放在筐子里备用 这是二色微调机 拉前头皮 含焦料的东西 全部做好了 接下来 用小冲机 冲拌微调 用斜后根 海绵 芙蓉片 三样东西 上胶合起来 我们都说 三合一 看清楦头 形好 要与斜帮 尺码相对应 左右脚 要分清 打第一道胶 操作工艺 刷头皮胶 应直行 一来 二回 三刮平 头皮胶 必须打直 帮脚 应到位 刷边浆 以平楦上 六至八毫米为准 然后 放烘香内烘干 再放前帮肌上 夹好前斜帮 再拉中帮 拉中帮时 先用板前 确认后根高度 以斜帮后根皮 平其为准 然后 再夹后帮 再用削头肌 削平起脚部位 完成后 整齐摆放在流水线上 贴好心底后 再打二道胶 打胶时 按微调宽度 打好胶 放烘干箱里 烘干 烘干后 贴前头皮 于大底 大底贴好后 放大底压和肌里压紧 压紧后 再贴微条 在微调压和肌上 再压和 接下来 来贴商标 再用新款微调压和肌 再压和 最终 把微调紧紧贴在一起 整双鞋就这样做出来了 再质剪 就完工了 质剪后 挂在鞋车上 推进流化罐里流化 流化好后 放输送带里冷却 冷却好后 放流水线上 放流水线上理鞋 穿鞋带 放鞋底 擦灰尘 包装